再來還是要關心牽涉台灣的這起國際事件 黎巴嫩在昨天發生了珍珠黨成員 他們用的無線電對講機爆炸的意外 這生產對講機的公司是日本一間叫艾可木的公司 今天他們表示 他們這款設備早在十年前就停產了 艾可木強調 他們跟爆炸案相關的這個對講機型號 叫做ICV82 從2004年到2014年10月有執照跟出口 地點包括中東沒錯 可早在十年前他們就停產 就不曾再出貨過了 所以現在表示說這個爆炸案中的對講機電池 也已經停產 並且現在看起來是沒有貼上防衛標籤的 所以他們認為這恐怕不是他們公司的產品 會不會是別人仿冒的 黎巴嫩的通訊部說 這批對講機不是由認可的代理商提供 也沒有獲得許可證 也沒有經過安全部門的審查 所以確實管道很不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